陪你是屏東人喔 那是不是很常去墾丁啊 去你的墾丁 離屏東是100公里遠 還沒有高速公路或火車 鬼才常去啦 位在國境之南的恆春半島 不只距離屏東、高雄都遙遠 近年來連外的屏額公路 更是經常塞到紫爆 使得居民不斷爭取 高快速道路的延伸 終於在今年 公路總局公布了全新的方案 所以恆春半島 真的要有高快速道路了嗎 在2004年 國道3號屏東路段的 凌落到凌邊路段通車 宣告二高後續計劃 主線全線通車 但是距離觀光聖地恆春半島 卻還有長達60公里 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而要到中央山脈 另外一頭的台東 距離更是遙遠 在南橫高速公路 因為大午山自然保留區 而無法興建的狀態下 國道興建工程局 開始進行國道3號 繼續往南延伸的規劃 縮短西部 往來台東 以及往來恆春的距離 在2006年 國公局提出可行性評估 分別自國道3號的 竹田系統交流道 南州交流道 臨邊交流道岔出 然而由於臨邊出發的路線 一定會經過人口密集區 再加上有地層下陷的風險 一開始就遭到捨棄 至於另外兩個方案 在中央山脈 緊鄰著海岸線的 仿山、獅子一帶 還有山線跟海線兩種選擇 雖然山線的興建難度比較高 但是因為海線已經有了 平鵝公路跟南徽線鐵路 空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再加上海岸線有浪濤侵蝕的狀況 於是以山線作為主要方案 路線終點則是設置在封港 可以接續台九線南徽公路前往台東 或是台二十六線平鵝公路前往恆春 這個計畫被稱為 國道三號往南延伸銜接南徽公路 後續決定以竹田作為起點的方案 繼續往下進行規劃 沿途預計設置萬鑾、新皮、紡寮、紡山 四座交流道 供期預計五年 總經費則粗估至少需要300億 同一時期在這個路廊上 另外還有運輸研究所進行的 恆春縣鐵路可行性研究案 計畫從南徽鐵路拉出支線 往南延伸到恆春半島 由於兩個規劃同時進行 為了避免短時間過多的工程 集中產生交通衝擊 以及減少重複投資的可能 交通部決定在2005年召集各單位 進行恆春半島研議中資鐵路 及國道南延案進合分析的會議討論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西部鐵路的電氣化只有到屏東而已 於是這場會議的結論 是優先推動屏東到紡寮的鐵路電氣化 紡寮以南則繼續沿用客運接駁的形式 恆春縣鐵路就這樣再次擱置 但是會議也同時指出 應該先把國道3號往南延伸到紡寮 至於再往南的路段 則有另外一個有趣的構想 把時間往回拉到1980年代 在興建南徽鐵路的時候 從紡山到大午橫越中央山脈的路段 選擇的是沒有公路的新路廊 當時為了工程上的需要 開闢了幾段的臨時便道 國工局因此計劃 把這幾段已經不再使用的施工便道連接起來 沿著紡山溪的北岸上溯 接著以2.6公里的隧道通過中央山脈 再沿著安溯溪的南岸 接上台九線南徽公路 稱之為 紡山至安溯南徽鐵路施工便道貫通及改善 路線長度29.7公里 不只比既有南徽公路 封港至安溯32公里的山區路段更短 而且位置還更偏北 對於行車將有不小的效益 但是從這之前的2002年開始 公路總局就已經開始進行 俗稱為南徽改的 南徽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劃規劃 將會在草浦到安塑 打造新的高架橋跟隧道來結彎取值 再加上南徽鐵路的施工便道 在多年沒有利用的狀況下 已經有部分路段坍塌 要再重新整理 提升到公路水準的話 有著不小的難度 最後國工局的計劃遭到取消 以公路總局的南徽改繼續推動 至於國工局的主要計劃 也就是國道3號南沿的規劃 在接下來幾年的會議討論裡 認定既有的台1線 台17線 台26線 在平日都沒有擁設的狀況 而假日雖然車多 但是大致上 還沒有超過道路的負荷容量 估算未來也只會有水地寮 跟仿山市區路段的路況 會比較糟糕 只需要利用香道平132線 跟縣道185線延山公路 作為替代道路 就可以有效疏解塞車問題 所以決議國道3號短時間內 仍然沒有往南延伸到封港的必要 但是擁有著墾丁國家公園 恆春半島仍然希望能有公路及鐵路延伸 疏解不斷成長的平額公路車流量 終於到了2013年 隨著屏東到潮州的鐵路高架化完工 交通部宣示重新啟動恆春線鐵路的規劃 並且在2015年年底完成可行性研究 預計最快2020年就可以動工 然而恆春在地卻有不小的聲音認為 鐵路的觀光成分較重 對於在地的交通以及醫療救援問題 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飯店業者也認為台灣的旅遊型態 以自駕或遊覽車作為大宗 鐵路到了淡季可能沒什麼人搭乘 變成跟恆春機場一樣的文字設施 應該還是要興建高快速道路 面對這樣的訴求 中央政府則是以已經有了 恆春線鐵路的計畫作為理由拒絕 不過到了2020年 行政院反而裁定 恆春線鐵路計畫要重新檢討後在意 原因是多出了高鐵延伸屏東的規劃案 屏東整體的軌道路網要重新評估 這也引發恆春民眾的強烈反彈 呼籲興建高快速道路的聲音也更加強烈 公路總局終於在2021年決定啟動平南快速公路的評估 並且在2022年12月完成期中報告審查 進度上有彎道超車比恆春線鐵路更早推動了趨勢 從2019年南輝改曹浦森永隧道通車之後 南輝公路曹浦到台東的路段已經全面拓寬成雙向三車道或四車道的布局 然而在封港以南的台26線同時也是雙向四車道的布局下 從台17線終點的垂地寮一路往南到封港的台1線仍然只有雙向四車道 每到假日就成為平頸路段嚴重超出道路負荷容量 根據公路總局的調查 連續假日的行車速率更是低於時速30公里 評估具有改善的急迫性跟必要性 新一代的平南快速公路 就跟10多年前的國公局規劃一樣 從國道3號開始銜接往南 並且有竹田跟南州作為起點的方案 不一樣的地方是國公局的規劃案裡面 南州起點是要改建自有的南州交流道 而公路總局則是規劃新設置系統交流道 再往南的路廊同樣選擇比較靠山的方案 過了封港之後繼續往南 一路抵達車程之後轉向台26線的西側 終點設置在恆春市區的南端 後續在考量土地徵收 經濟效益以及服務範圍的優劣 反而選擇路線比較長的竹田方案 起點銜接目前的台88線 預計設置潮州、新疲、仿寮、仿山、封港、車程6座交流道 總長75公里 預估經費1763億元 到了今年7月 公路總局在潮州、獅子、恆春接連舉辦三場說明會 而在說明會開始之前 平南快速公路的終點卻有了不小的調整 撤棄掉最南端的路段 改將終點設置在車程 理由包含了原先的終點就在龍鑾潭旁邊 可能對生態有所衝擊 而且太過靠近墾丁國家公園 可能會有較大的負面衝擊 而縮減了這10公里的路段 可以節省217億元的經費 將會具有更高的經濟可行性 對於這樣的路線變更 在地方說明會上 恆春居民反而沒有太大的意見 還有多名名義代表 提出應該要把終點從車程市區的南側 更往北邊移動 設置在車程市區北側的建議 甚至表達評估上有其他困難的話 先行興建竹田到封港的路段也沒有問題 不見得要一次直接蓋到恆春 目前平南快速公路的計畫 還要經過綜合規劃 環評、細部設計等等作業 才有辦法正式動工興建 出估還要13年的時間才有辦法完成 至於恆春縣鐵路 則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最後到底是平南快會先通車 還是恆春縣鐵路先運運 又或者再次回到兩者都無法新進的局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旨意見得いる 旨意見得更多不足